哈囉,大家好,我是塔塔 最近天氣越來越熱 來跟大家分享這道5分鐘的快手料理 透抽蓋飯,材料簡單,著急好吃 先切幾片薑片 夏天用嫩薑就可以了 蔥切成段狀 蔥綠也切成段狀 蔥白、蔥綠分開放 辣椒一條,切成斜片 怕辣的人可以先把辣椒籽洗掉,這樣就不會辣了 洗好之後再把辣椒的水分擦乾,這樣爆香的時候才不會噴喔 蒜頭先去掉地 然後拍裂開來去皮,不用剁碎,像這樣就可以囉 把這些辛香料都放在一起 準備一條新鮮的透抽 處理透抽的方式可以看我之前影片的分享 透抽不用去皮,直接斜切成片 因為透抽很容易熟,不要切得太小喔 觸碗的部分呢,兩隻兩隻在一起 所有的材料就這些 我把材料表列在上面,有需要的人可以自行截圖 我今天使用的是鑄鐵鍋,非常適合熱炒 開中火加熱一到兩分鐘,倒入適量的橄欖油 接著就可以把這些辛香料放進來爆香囉 用低溫爆香,讓香味慢慢的施放 大概聞到香味後,再讓它偏一下 直到蔥的表面有點焦黃的樣子就差不多囉 現在鍋子維持中火的熱度 把透抽通通的倒進來 炒透抽的時候呢,如果鍋溫不夠 透抽就會比較容易水水的樣子 透抽很容易熟 看到透抽開始變色,就要注意囉 現在趕緊的加入調味料 一小吃一天 一點糖、皮鮮 一點白胡椒粉 一大匙的酒去腥 快速的翻炒幾下 直到透抽的顏色不再透明為止 裹底這些醬汁呢,記得不要燒乾喔 這個拿來拌飯非常好吃 好啦,現在透抽差不多九分熟囉 可以關火起鍋囉 起鍋前,再把這些蔥綠放進來配一下色 利用餘溫拌一下就可以囉 像這樣,超級快速又美味的炒透抽就完成啦 這道快手菜材料相當簡單 平常冷凍庫只要有透抽就可以做 一點都不麻煩 而且隨便搭配一碗飯就可以飽足一餐 再把這個炒透抽的湯汁呢,淋在飯上 拌著吃,非常的美味喔 好啦,看到我肚子都咕嚕咕嚕的叫囉 那我要開動囉 嗯,這個透抽炒得剛剛好,不會太老,非常的彈牙 簡單搭配飯來吃就非常滿足囉 哇,今天的分享實在太簡單了 有機會一定要試試看喔 喜歡我的分享,記得幫我點贊跟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掰掰 掰掰 바�植 唉 哈哈 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